在瀋阳有这样的一对夫妇 从疫情爆发开始 坚持每天凌晨两点起床 做豆浆油条 免费为一线抗疫工作者送早餐 近三年的时间从未间断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油条夫妻 近日夫妻俩又恢复了他们的早餐生意 闲暇之余还坚持参加线邪等志愿服务 最近他们还被评为 177个最美瀋阳人之一 王丽梅两口子是锦州人 五年前来到沈阳 2020年正月新冠疫情第一次爆发 王丽梅发现小区里出现了很多志愿者 他们在寒风中守护着小区 正月里的沈阳天寒地冻 王丽梅两口子天天早上 两点多起床 现磨豆浆炸油条 天没亮就推着三轮车 顶着寒风给志愿者们送去热乎的早餐 一杯豆浆几根油条 温暖了每一位志愿者的心 大家伙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就都亲切地称呼王丽梅为油条大姐 送完了早餐 王丽梅两口子就开始了志愿服务 帮忙疏导群众 运送防疫物资 哪个岗位需要人 他们两口子保准第一时间到位 将近三年的时间 王丽梅两口子送出去的油条豆浆 成本已经超过了四万多块钱 也有越来越多的沈阳人 知道了油条夫妻 我一个老百姓没有多少能力 付着一点点付出 我心里非常高兴 虽然是苦 但是心是甜的 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只要有疫情了 我们俩就出现 说着朴实的话 做着助人的事 王丽梅两口子坚持为 一线防疫人员送豆浆油条 暖胃又暖清 那接下来